這樣就好了 連婚喔 聽聽就好 娛樂效果 我會連婚 我會連婚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 三民營養師 善莉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 因為我沒有人 我想要看太多 再來上班 大家要留 你們要看這裡啦 看這隻好 今天場景有點不太一樣齁 因為今天我們要出門了 特別要帶阿嬤出門 阿嬤出水嗎 因為我們今天要去 東起好地 裡面有各式各樣日本的商品 去年就好像很夯了 去年對阿 剛開始開的時候都有排隊 那我們就是要去挑 各式各樣那邊比較熱門的商品 回來給阿嬤試吃一下 再讓她評分一下 阿嬤 要帶你來東起好地 東起好地 那有很多東西可以洗 你幾句沒出門了齁 要帶你出門走走好不好 沒有拿 那就很滿足 現在沒有 現在要帶我們出門了齁 日本耶 日本耶 對啊 要一個人家耶 對啊 來喔 Let's go 對啦 這就是日本要去的啦 走去 走去 好 Let's go 因為阿嬤輪椅比較沒那麼方便 因為阿嬤輪椅比較沒那麼方便 所以她要帶我們走 員工走的特別風道 一蘭辣麵也有耶 辣椒粉喔 對 這樣一瓶340克 14克 日本大分 250 200塊 蛤 這個買一送一喔 那還可以啦 關係限定了 阿嬤這啦 阿蜜瓜 這啦 這啦 這位主婦已經控制不住了 到不亂跑了 你就現在在日本啦 阿嬤我已經去日本了 阿嬤我已經去日本了 來這裡了 哈哈哈哈 你說這不好看 我知道 不知道 烏龍啊 烏龍麵啊 烏龍麵啊 六百七啊 哈哈哈哈 太多了 我們從日本回來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知道嗎 買了多少錢嗎 對 我好像是 喔 天上發表 超級長的耶 對 八千八百六十五 八千八百六十五 我告訴你 我已經很節制的在拿了 好像也沒拿到什麼東西 對啊 奇怪怎麼會開喔 好啊 當然我們有參考一下 大家網友說的排行榜 那我們現在就是準備 要來開箱囉 好 第一個 算是還滿有名的 薯條餅乾 超多口味耶 哇 這很好吃耶 卡拉卡拉 阿嬤同意都叫它卡拉卡拉 那這樣一盒喔 熱量大概兩百六十大卡 他這個吼 他那超商就有了耶 超商都好在賣 對啊 來吃看看 這都是限量口味啦 店員跟我說 他下來兩個禮拜就會賣過 真的喔 吃得好吃耶 這味噌耶 就好像翻賣味道 那我現在卡拉卡拉 他其實主要成分就是 這是馬鈴薯啦 但是還有一些 像是棕櫚喔 下去做油炸 可以吃啦 但是要用就這樣 這樣啦 一盒 氣味都差不多 這個薯條 一罐 五十九塊 這樣就店員要一個便當 你要吃便當 要吃這個 自己看 阿嬤請問一下 這個十分到十分 你要給它幾分 來中了啦 都五分 五分啦 五分左右 阿嬤給它五分 那阿嬤分數大家聽聽就好 因為它有個蠻重要的點是什麼 不能太普遍 再來一個 其實那個小時候我們都聽到 很多這個廣告 好像有一陣子就沒有了 QOO 這有廣告嗎 這有廣告啊 這有廣告啊 這以前有一陣子都在廣告 對不對 那廣告當然大 要喝喝醬汁 阿嬤說他看到別人一次拿十二 他還好想說這到底是什麼 我看這個人看就一罐 那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那是人看幾罐你就怎麼算了 它裡面就是有高骨糖糖漿還有香料 它的果汁力含有25% 一罐35塊 35塊 所以那罐而已 對啊 喝小時候的回憶 一罐七十大卡 乾杯 那這就小了果汁粉那種那 你太好了嗎 太好了 你太好了 真的嗎 但是它甜不會說到真的非常甜 它糖這樣一罐裡面是7公克 算是還好耶 但是它裡面有維生素C喔 100毫克 你知道我們一天要吃多少維生素C嗎 我知道 就是100毫克 這樣一罐你也要100毫克 對 補充維生素C 但是還是要注意熱量啊 阿嬤 你要給你結婚 你也差不多是五婚 你怎麼說我吃你都沒說 白雪巧克力草莓 這個是白雪草莓 你吃新科科風味糖 對 那這樣一盒你猜多少錢 你也要100多塊 你才不用 這一盒399 蛤蛤蛤蛤 蛤蛤蛤 官司限定耶 對啊 這是限定版本耶 對啊這樣吃399 六百花八成幾啦 對啊 這樣一盒裡面總共有大概700大卡 因為這裡面有草莓 所以說真的 真的草莓還是假的 紅的去白 白巧克力 它裡面中間是紅的啦 然後 草莓包在中間 他沒有加一個 你加一個 裡面包的耶 裡面有什麼啊 可可嘛 糖啊 乾燥的草莓喔 對然後還有一些香料 哇 皮膚冷啦 對啊 巧克力啦 白色巧克力啦 草莓的坑壽 對 坑壽在裡面 這你的好嗎 很好吃耶 有甜味 你不要吃過嗎 不要 這沒普遍啊 這差不多六分喔 六分喔 六分喔 一包一包 皮膚吃好了 因為它甜裡面是酸的 所以它的甜會把那個酸味 酸甜有點小中和 對 把它中和 蠻特別的 你不會感覺到它太甜 它一盒裡面有七顆 那這樣吃一顆的話 大概是50大卡 蛤 這樣一顆 這樣我煮給你 我可以去還慢跑半個小時 這樣我就破壞了 所以你要吃200大卡 大概就吃四顆 巧克力派 我最愛吃巧克力 那這樣一包的話是99塊 那這樣一包的話是99塊 熱量大概是560大卡 蛤 這樣一包吃完560大卡 看一下這裡面有多少 欸 裡面有八顆 一份大概70幾卡 阿嬤 吃看看 對啊 大家來吃 阿嬤還是一樣真實傳統 就是別人沒有吃他不會先吃 嗯 那它裡面其實主要組成就是 就是小麥粉 酥油 然後糖 然後可可膏 然後一些植物油 然後還有滷糖 雞蛋 這很重 而且它裡面是可可粉 外面包巧克力 不錯吃 但是你不要一包吃下去 要真摘 因為這蠻好吃的 裡面還有那個鬆鬆的是餅乾 阿嬤 覺得好吃嗎 這個我比較不好 對 黏黏黏黏 差不多3分了 太苦了嗎 太苦了嗎 我這個老人吃這個比較不好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耶 我這個重點要滿高 對啊 你看年輕人跟他的 口味不一樣 我覺得不會苦啊 他為什麼會這樣 不會啊 長期蛋糕 而且它是抹茶的蜂蜜蛋糕喔 一條是199 吃到飽 199可以提供835大卡的料理 這麼高 這個其實也沒有到真的很大條 270公克 好 這都不用切 要幫你切好了 5 6 7 8 9 10十塊 10塊 一個就80幾塊 這就是抹茶的 抹茶啦 抹茶的 媽媽很喜歡吃蜂蜜蛋糕 我覺得這個分數應該算滿高的 因為它算滿濕潤的那種蛋糕類 真的就是有抹茶味的蜂蜜蛋糕 然後它的抹茶不是很 不會很甜 他要吃甜的說不會甜 超甜的說不會很甜 我是說很甜 糖就有13.3公克 那它成分其實相對簡單 就是雞蛋 炸糖 然後小麥粉 抹茶蜂蜜 配一點茶吃還不錯 阿嬤,好吃嗎 這不錯啦 這不會沾焦薑 這比巧克力更好 要幾分 5分 這兩塊 哇 這蛋豬氣水 蛋豬氣水 然後這個草莓牛奶風味飲料 然後這個是果汁 一個是西洋梨 一個是葡萄汁 這兩個的話價格高一點 這59 然後這49 這39 這樣就買這罐了 但是果汁這有30% 1% 喔喔,超這樣喔 然後這個 沒有果汁 它是用荔枝香料 荔枝啊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它價格會變這樣 就是果汁含量越高 基本上價格就會越高 對,沒辦法幾分幾分會這樣 好,喝看看啦 喔,很香的耶 那這個裡面的話是什麼 就是 這個醬醬料 糖牛奶 然後草莓果汁 這我不會喝 原汁都沒有了 草莓牛奶 好香 對啊,這是用鴨的嘛 這個更好喔 這很甜耶 這超甜的 我喝是有點過癮 阿嬤,你給我幾分這罐 這一罐裡面有125大卡 這罐是差不多45分 然後它糖有23公克 一樣都是糖 喔喔喔喔喔喔 跟我們這裡的氣水一樣 這蛋豬汽水啊 荔枝口味 對,荔枝口味 沒有果汁喔 以前都沉乾了耶 水跟砂糖啊 然後高果糖糖漿 二氧化碳 一罐的話大概70大卡 糖含量也算蠻高的喔 一罐的話大概有17公克 那好喝 我們小孩也要喝不會我這樣看 日本時代的豆花 這有一點回憶啦 我都買過 干貝糖起司 這個我們也常常去 比如說旅遊的時候都會買 對啊 來吃看看啊 乾的 要做乾的感覺 很少的啦 對 對 熱量大概219大卡 這樣還好耶 對啊,因為它算是蛋白質啊 貝燒酒 我會給我出個回來 貝燒酒 蛋白質有25.7公克喔 那稍微要注意的是 荔含量比較高 大概有1900毫克 它有甜甜的喔 這是辣味的啊 阿嬤不知道有什麼感覺 我們現在不會說太甜的 有沒有,我們去吃一口油膩 它都會叫我們買的有嗎 一包一清 十包上一包 然後這是北海道的鮮魚起司條 大概200多卡 阿嬤我記得起司分數好像都不會很高 魚阿嬤它是... 很滴順耶 哈哈哈哈 起司口味的滴順啦 你知道嗎 看劇的時候 配點小酒吃這個 蠻不錯 牛奶的味道 起司蠻濃郁的 那這多少錢 這個359吧 這個119 難怪8000多花在359 這個119 這個119 這個好吃嗎 這個6分喔 這個不錯 還不錯 還不夠鹹到怕 他們日本的辣椒不會辣到 讓你說受不了 剛剛好 這是起司口味的滴順啦 這個沒有起司口味 哈哈哈哈 這種起司的東西 對他們這部的人來說 他們比較不合 嗯 什麼東西我都不會吃 哈哈哈哈 這個就靈魂了 哈哈哈哈 對啊 今天就好 娛樂效果了 好有靈魂 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 人給你吃到靈魂 這個比較好 哈哈哈哈 泡麵系列有超多種的耶 你們這次買了好幾種 這是炒泡麵的 日清的 還有這個 其實這個算蠻常見 之前很想很想吃 因為後來來台灣開之後 就都有了 所以比較不稀奇了 沒有那麼稀奇啦 但是這次特別有買的這個 這個不燙喔 夠貴的耶 赤紅蜜傳汁粉 這一罐要340 那罐340 啊我那罐呢 你還買了一罐這個 哇這一罐我超級喜歡 這一罐470 這一罐470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辣椒啦 那我們來煮泡麵囉 這個你們挑的都是炒泡麵齁 因為泡麵炒的比較少 你如果說湯的比較多 阿嬤吃看看 我看那個真的很厲害 它這樣泡 直接倒進去 然後再把水倒出來 都設計好好的 泡麵就是要方便 這個做泡麵那個啊 就是台灣人發明的 它是一個台灣人去到日本耶 來我給它加一下這個辣椒粉 有一點辣喔 這樣好吃嗎 不錯 那要喝多一分 這也差不多四五分 沒有啦 沒辦法再四五分 這好吃耶 這還可以撒它的醬跟梅蘭汁 然後它還有一點乾燥蔬菜 我剛才稍微看了一下 像這樣一碗大概600大卡 蛤這樣你吃了600大卡 泡麵大概會都是油炸 所以熱量都會比較高 但是很好吃 但其實泡麵也不是說不能吃啦 你吃這個麵體用分食的 那你中間再搭配一點蛋白質啊 跟蔬菜其實也還OK喔 它的辣椒很好吃 百思 百思 一點點喔 它是只有一點點喔 然後呢我也很喜歡我這個辣椒 它是類似川菜一種辣椒 它的辣有真的很香 第二塊我要辣中加辣 現在要來開箱另外一個 欸這個特別是因為它這邊還有多一塊碗 這碗不錯耶 這款泡麵它都會有一些主題在裡面 有些是放天婦羅 有些是放泡麵 對啊天婦羅那個蠻有名 但沒買到喔 肉要煮喔 阿嬤那兩個麵有差啊 這個麵比較好吃 這個比較好吃喔 很Q 調味啦 我覺得調味都很厲害 唉唷 欸這個烏龍麵啊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很Q喔 很Q的 還有那個麻糬 啊那個要買 人麵很Q喔 嗯 你只有四五分而已 差不多啊 我超愛吃麻糬 這個湯頭很好耶 對啊 就大概八十九塊吧 我已經想說 那它熱量大概四百多卡 再虛擬啦 請問一下 這個麻糬烏龍麵 你要給它幾分 幾分 六分 六分喔 現在要來讓你們健康一點 番茄汁 喔這有分那個原汁跟濃縮的 然後還有這個看到受不了就買了 哇 和歌山的奇亞柿子 剛好當季 對 然後它也有這個豆爐 豆漿紅茶 無糖的豆漿 那這兩顆多少啊 399 那一顆200 差不多啦 一顆200 來它打開是這樣的 很像那個芝麻 比較嫩 就是這樣清爽的甜甜的味道 越多 它不是超級甜的那一種 不會說到超甜 比較油膩啦 沒有啦 比較油膩 對啦 比較油膩啦 還滿不錯的 可以試試看 那也不錯喝喔 它比較甜的 這個有加糖的 對喔 不會啦 不會比較甜啦 吃甜的 不敢我不敢 媽媽吃比較甜 那一罐的話是100大卡 我們紅茶味啦 12.4公分 紅茶豆奶啦 這個是什麼 番茄濃縮汁 我最喜歡番茄 裡面完全沒有添加過 就存了番茄兩個字 真的喔 都沒有什麼其他任何的東西 我常常在喝 這個是濃縮 那這個是原汁 對 我吃的含有率100% 蜘蛛酥 我吃的含有率100% 蜘蛛酥 欸真的是原汁耶 很厚喔 很厚喔 那裡面的茄紅素也是滿豐富的喔 我們想要吃健康的話 這也是滿推薦的 這三道你要給它幾分 喔 這個也很好 這也都六七分喔 六七分喔 那這個呢 差不多四五分而已 四五分 那這個也比較好 這也有六分 這你給它幾分 這六分啦 這比較厚啦 比較厚才六分喔 這樣你借人 你不會那麼平分 哈哈哈哈 你說它比較厚 那你不就說 喔 那它比較厚給它八分 哈哈 喔 給它八分啦 喔 這個八分要管喔 對 比較厚 比較厚 這邊你來的意思嗎 哈哈哈哈 不能以小裁判啦 再來一個是飯後甜點系列 通通一次上啊 太多東西了啦 小熊餅乾 喔 這個好像也是滿推薦的 乳酸菌夾心餅乾 富朗尼 冬季厚鐵的那個麻糬 欸 很好吃喔 然後這個是那個生乳麵包 這個生乳麵包 我這樣一塊這樣七十五啦 七十五啦 比一塊電動還多 小熊餅乾我們以前有在吃的啊 阿嬤你沒看過這個喔 沒有 我沒看過 魚雞齁 跟魚雞齁 你來的 那你吃看看 什麼咖啡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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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就有甜味 這個我們的賣場好像沒有賣這種 沒有 它還翻過喔 我已經翻兩天了 還是軟軟QQ的 很Q喔 阿嬤這不錯吃耶 麻糬比較Q 你這個要幾分? 這個六分比較油 來你看看這個巧克力 這個叫BROWNIE BROWNIE BROWNIE 這種巧克力啊 烤甜有點耐煉的 還是這個比較好吃 這很好吃 這個預備好幾分 那差不多是兩三個都拿的巧克力 沒問題 這個生乳麵包感覺也蠻不錯 也是很甜 這要配茶 你猜幾分 五分吧 什麼的 五分啊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就是沒辦法去日本嘛 有些人可以去 但是如果你真的沒辦法去的話 現在不用出國了啦 把那個 東京 拿去逛一逛買一買 解解禪 把那個要去的飛機票 來買這裡就有了 哈哈哈哈 那當然還是一樣 這些東西適量吃啦 那今天就是我們影片分享喔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還要訂閱 記得開啟 開啟 開始 小燈當 好 來 真你來吃這個麻糬 這個麻糬很值得吃 鴨肉很油耶 鴨肉 一咪也很魚鴨耶 魚鴨加兩分了喔 六分就是高分 都不會掉水去齁 哈哈哈哈